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真正的去敲打去拍打的时候是非常坚固的一块板子 根本就是弄不动的 大家可以听一下像一堵墙一样的一个板子 非常那个的 所以说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现在江低两岸 已经涌来了无数的武汉的市民 来观看来拍摄现在长江水味的一个情况 上涨的一个情况 人真的是超级多非常多 现在只能在围栏外面看 这边是住了一个里面墙 武汉英雄的城市 我的城市我守护 看一下水味的情况 给大家正式说一下目前武汉长江水味 咱们现在是接着到星期天 从昨天的28.3米超过23.3米之后 因为昨天又下雨了 所以说到今天整个长江的水味 已经突破28.7米了 上午10点的时候是28.68米 成为第四桌吧 距离1998年洪水的29.43米 只有不到一米的位置了 因为接下来将近一周 武汉还继续是下大暴雨 我感觉按照目前的一个情形或者趋势 就是超越98年的水味的可能性 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 防洪抗汉的一个指挥部 前面那个水味水味的一个标示牌 放大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这样可以清晰的看到 水味标示牌的一个情况 现在整个水 整个长江水已经淹没28.7 那个标标示线了 这边咋门关闭 这边咋门关闭 再往前一下咱们 又设立了一个 指手点 中华路城市阳台指手点 这边咋门也全部都关闭 也住起了非常高的一个围挡 这边 那上哥哥大概十百米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 防洪防汛的一个指挥点 这边又是一个指挥点 所有的指挥点都是有专人在这边来 把手来看守的 整个的防洪准备工作还是非常充分的 咱们现在已经到轮渡码头了 轮渡码头基本上在7号已经整个停运了 现在也是在紧急的施工的一个状态 加高和加固防洪低 大家可以看一下里面的工人都在紧急的施工 正在驻抢 这边我们的推幅机 这边就是做轮渡的通道 已经全部被淹没了 给大家近距离的看一下整个长江的一个水流存况 水流是非常穿紧的 水流非常穿紧 还有水上锅 因为整个山镇的江湾已经打口全部都封闭了 所以说今天咱们再来拍摄 是一下午是没有看到游泳的人的 有他们在我们应该是非常放心的 没看到游泳的人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